大家好,我是家寶 看我今天来到这个万荣一个景区 这个比较有名的 老挝现在不是从11月1号开关到现在一个月了 每到周五周六周日 河边现在真的是人多了很多 看还有划船的呢 划得很嗨呀现在 走下去吧 走下来看一看,这些人都是年轻人 可能这个病毒对年轻人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太致命的伤害过 刚到老挝的都会觉得很奇怪 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是吧 也没什么看的,无非就是靠水边 一坐能坐一个大半天喝啤酒 别的地方是香车美女 这个地方是啤酒美女 反正就是音乐,把一放,然后弄点啤酒 往那一坐一嗨,能嗨一天 为什么讲老挝这个国家的幸福度高呢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 无忧无虑,你看拍照的 发了个Facebook说 看,我们今天又出来玩了 好开心 这是一条河 然后这边商家自己搭的这个木杆桥 以前没有一行的时候是真的很火呀 脸边 没有一行的时候这脸边的商家 能把这个吃饭的桌子都能搭到河中央了 然后呢,这些玩琵琶挺漂牛的 到这个地方来都堵塞呀 过不去 那时候的真的是生意非常好 怎么说呢,女友也非常好 这个木,这个木桥走上来看一看 看对面 人也还是虽然没有坐满啊 但是人还很多 老挝总体来想要说旅游有什么景色 其实就是这种原始风格 你不管到哪里都是这样 老木拉邦啊 是不是 还有包括万象 他没有水 他就在挖一条河 挖一条水池子 然后边上放点这个 打点凉棚就能做生意 还有不少中国人 你可以看到这 那边一带眼睛 那边好几个游戏都能看人 美女的 唱的还不错 这时尚美女 都是年轻小伙 年轻妹子 精神小伙 小伙 这个面边就是卖点吃的 卖点东西的 旁边还不遇到一个熟人呢 在这卖吃的 现在因为老窝怎么说呢 也关了有大半年了 没有办法 必须得放开 老百姓要吃饭 经济要恢复啊 憋的实在说不出都要出来玩一玩 放松一下 要还有个辣妈的 长得还可以啊 都是美女啊 这两边都是卖点吃的 这个就感觉像 咋国类那些庙会啊 敢庙会那种感觉 路边摊 有的年轻人出来吧 还好一点 是吧 还戴口罩 有的更猛的口罩都不戴 你看前面这几个精神火的 精神小伙 口罩都不戴 旁边卖衣服的卖吃的 基本上还是年轻人为主 年轻人可能确实受这个病毒的影响不是很大 可能得了就得了 可能得了就得了 然后就当感冒一样就治好了呗 但是确实 总体来讲的话 老挝还是蛮严重的 每天一千多也有死亡病例啊 你看这旁边的停车 停的满满的呀 我们都是把车停在远远的地方走过来的 这个地方在万荣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了 基本上来万荣都会到这个地方了 从中午就过来一直喝到下午六七点钟 前面也都是 前面也都是 这个停车的你看也是挺慢的 你们看都是挺慢的 不好意思